主持人 歌手 来具体的解释一下 就是之前安副学说的那种 不同层次的那种意识 或者你论元 比如说有什么阿蕾叶是什么 还有球运学者 就他跟我刚说的那些细细 画的那些理念有什么练习 他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意识 因为人类一直在研究精神和物质这个层面 他不断地就是研究意识 前意识啊 表意识啊 先前意识啊 后天意识 他只是一个不同名相的画风了 他不过是 不过讨论来讨论去的 大家不过就是说 有一种意识是前意识是我们察觉不到 或者是来自于如果相信轮回来 来自于生生世世遗留的一些信息啊 叫他怎么前意识也罢 说阿赖业识 说是疏似的种子 从床的种子也罢 我们现在把它叫为信息 好像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些 就是说产领的信息 生生世世产领下的信息 在场里面存在 或者是什么 还有一个表意识是我们大家每天能够感觉到的 就是大家很粗浅地能察觉到的 你在想什么 你的念头是什么 这都是表意识的 不外乎就是精神和物质的 物质就是身体的这个状态了 来不断地去讨论 其实佛学就是 它直接的把前意识表意识 直接的精神 前意识也把表意识也把物质也把 它就为是一样 它压根就没有分开过 包括维时再讲七八十的时候 它只是通过这些来让你了知空性 通过这种划分来 就是不断地划分来 最后就切入空性了 它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 就是这些名下到最后都是细弱 都是细弱 都是你的 它说都是你的一心 为心所谢 都是你的一个心 然后呢就分别了 才出现了你认为的这一系列的东西 但是这个心并不是我们说的意识 就是并不是我们现在的科学 或者是心理学探讨的 它不是 它不能说是意识就是这个心 这个心指的是 也叫佛性 也叫智慧 也叫真空 也叫就是它包含物质的意识 它包含一切 它包含你探讨的一切 但它什么也不是 你不能以任何东西来定义它 也就是道 也就是本体 就是这样 你不能说任何东西 但是你 你能说它包含一切 一切也都是它 都是它的花谢 但这个东西 其实无栩无相 你不能说一切东西都是它生的 是它的幻境 你不能 如果是说有这么一个心 有这么一个心 佛说一切为心所谢 那可能我们会误解 就像说上帝生万物了 因为有个东西生一切都是它生出来的 但是佛学不是这样 因为它这个本体 这个心呢 它是把它 如果是一道有语言来说 它是定为五体的 就是没有东西生它 它也不生万物 它是一个真空 就是它没有本体 如果你要有个上帝 说有个上帝生万物 那有一个上帝是有一个东西的 但是佛学这个倒是没东西 它不能用任何形象来定义它 然后它就在里边 如果你一定要这些东西 如果是 它是说这个本体最后 如果我们这些 如果这个本体是无生的话 无生 就是说它也没出生过 它也不灭 所以它是有恒的 但是这个东西是真空 不能用我们意识层面来认知它 那么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很多人会迷失在 这个形形色色的物质 这个身心里边 就是我们现在探讨的 起意识表意识物质 但这是个幻境来的 这个幻境是无生的 其实探讨这些都是系录 在佛学里面 探讨这些的目的 等于是在梦境里边的一切 就是你在梦境里边 梅心里边 我们探讨你梦里边的一切 但是探讨梦里边一切 大家在没有开悟以前 没有明星见星以前 你不觉得这个是梦 那必须要拨持一些外道的说法的话 拨持一些其他道 说一切都是凡天所生 外道生 上帝所生 等等这些语论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动点来 这就是缘起法 用缘起来去 就好像辨论 我用缘起来辨论你这个身外 我就是 就是缘生 诸缘居住则生 诸缘善进责命 其实缘起也罢 还有这个上帝生 生以前 在佛学里全是细路 但是这个要了知 这个比较 需要你修这个 就是你要 真的对佛学要拨来了 就基本上很熟的时候 才知道缘起这一块是细路 然后你才知道 这个本体的无声境界 叫无声法的涅槃境界 这个才能证到道的本体 才能了知 这一点比较需要时间 需要一点实证 还要需要对佛学的概念了知 得很清新 所以他佛学就是这一点 就是比如说 据个例子 佛学说缘起啊 缘生缘面嘛 他不说谁生了谁 他说中学记者这个东西就生出来 就是先有蛋先有鸡的问题 他说 蛋的园具足就有蛋 鸡的园具足就有鸡 他说缘起 他不说谁生谁 他不是这样 但是佛学他不探讨第一个园 假如说你说我是 妈妈爸爸生的 妈妈爸爸是随时的 爸爸妈妈妈随时的 一直一直探讨到最前 说第一个人是哪来的 是不是 那么第一个园是哪来的 是不是 那第一个园是哪来的 这个时候佛学就不达了 第一个园是你的幻境 所以到最后 你转来转去 身心另外的一切 包括你生命的一切 外界的 生命叫 所以佛学叫六个 也而必须生意嘛 它包含 外界叫色身相位处 把就是六个被六成 佛学把它封成 全是你为心所谢 全是你那个真空里边 真空里边的坏 滑出来 真空里边的坏气 所以他这个幻境呢 你执着了 他就是有的 你不执着了 他在那也对你 他等于幻 这个是需要正量的 如果你能体验到这个境界 是需要正量的 就是修正 修正你进入了佛真空 安住在真空的境界 才能体验到这个幻境 如果你现在已经活在幻境里边了 说这些没有用 就等于是你睡在床上 你在做梦 然后我现在在梦境里 跟你探讨问题 怎么探讨 我说你 你不缺什么 你现在仍然是活 你不缺什么 你看你在梦里边 但是你在梦里边 假如说你在梦里边 来到了珠海 然后你现在在你家做梦 你在广州 广州你家那个床上 睡得呼呼做梦 然后我在你梦里边 跟你聊天 我说 其实你没有动过 你根本没有动过 因为真空是不动的 你根本没有出生过 这些幻境 你根本没来珠海 你现在在家睡觉呢 你说怎么可能 这这么真实啊 我现在看到了珠海的一切 梦境里边你也是这样的 是吧 你捏一捏我还疼呢 是吧 你看看 这这么真实 我妈也在啊 朋友们都在啊 这么真实 我怎么可能 没来珠海呢 我说你在家 床上睡觉呢 你本来是佛 你没动过 你本来是 你不生不灭 不动 没有人回过 你这是个幻境 你是个梦境 然后你说不可能 因为我们俩在梦中交流 我说等你醒来 你就知道了 OK 是不是他醒来 就知道他在床上 他没去过床 还是不是 就这样 我们也在梦游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宇宙的一切 你是梦境里边的东西 就是用这个来 用梦 用油画来比喻 我们的不真 佛学的比喻 你没有看到真实 并不是说你现在真实 做梦 是说用这个来比喻 你没有看到宇宙的真相 就是这样 所以佛学到最后 你探讨到这个物质意识 你知道佛学是一元的 物质的意识 它是不会分的 分开研究的 潜意识表意识 不管怎么 就是它就分上几千层的意识 到最后 唯有归于真空 都是幻境 就直接缺包含了 你要专到那些 潜意识表意识的意识 不断不断地去探索的话 你就没完 告诉你 你这辈子研究不清楚 真的是太 法下太多了 就是研究不清楚 就叫我们去研究情感 研究爱啊 研究这些东西 你发现它生生命迷 生生命迷 你怎么也无法定义它 什么是 所以大家 前半年的时候 你们年轻人会说 爱情是什么 是吧 大家 就是几千年 上千年 大家去定义这个爱情 谁也定义不错 所有的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因为它在生命 因为它不断地生命 你怎么定义它 你定义它 其实如果你定义它 是什么 已经执着了 只是说你执着 认为是什么 很多都是这样 嗯 我认为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 你不想看 我认为是什么 我认为是什么 都可以 你不准备 你怎么办 我认为是什么 你怎么办 你什么 你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